好,我們來看這個分子資料的這個算數平均數 就是說一組資料,我現在給他分組 比如說像這一題 就是說班上的話,學生有零用錢 那我就給他分組 分什麼呢,零用錢200到400的有多少人 400到600有多少人,600到800多少人 這樣給他分組 分組完以後的話 那現在問說,那這種分組資料的算數平均數要怎麼算 這個分組資料算數平均數的話 是怎麼定義呢 就是說他每一組資料的這個次數 比如說像這個 200到400的有兩個人 乘以這個組終點 這個組終點就是說可以代表呢 這一組資料的數值 這個組終點是300 這個是各組資料的組終點 這個是次數 就是各數 那麼他的這個 算數平均數 就是總次數 分子多少呢 分子這個是代表總資料 就是說 第一個資料 他有F1個 第二個資料他有F2個 第三個資料有F3個 成完又全部把它加起來 這個原則上呢 就代表總資料 總資料的話 除以總次數 就是算數平均數 好那現在 這個當例子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說 這個表 是阿力老師 班上40位同學 40位同學 每月營用前的次數分配表 好 試求該班40位同學 每月營用前的算數平均數 在每月營用前的算數平均數 這個呢 200到400 他的組終點的話 等於是300 就是這一組的 他的組終點是300 代表 營用前300的有兩個 這個是500 營用前500的 有多少人 有四個人 這四個人 就是次數 四個人 乘以500 加多少人 加這個 零用前700的 有八個人 有十二個人 零用前是900的 有十二個人 那零用前的話呢 是一千一的 有六個人 一千一 有六個人 那零用前是一千三的 有八個人 一千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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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個人 總人數 四十 那這樣等於多少 我們用計算機把它打一打 八 乘以十三 加上多少 二乘三 加四乘 加七乘八 加九乘十二 加六乘以十一 上面加起來是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百元 就是三萬六千元 這個單位是百元 他除以四十 那這樣的話是幾百元 四九三十六 平均呢 九百元 所以答案的話呢 平均是九百元 平均一個 一個人 他的零用前 這應該是一個月吧 一個月的零用前 是九百元